洛杉矶被誉为天使之城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城市 以宜人的气候 多元化的文化 发达的娱乐产业 以及全球影响力而闻名 洛杉矶位于加州南部 坐落在圣莫尼卡湾 与圣佩德罗湾之间 背靠圣莫尼卡山脉 圣盖伯山脉和圣安纳山脉 形成了一个三面环山 一面临海的开阔盆地 该是拥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四季分明 温度宜人 阳光充足 且降水量较少 为居民和游客 提供了舒适的自然环境 洛杉矶市区人口约382万 大都汇区人口约1280万 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和第二大都汇区 洛杉矶的历史 可追溯至1781年 当时西班牙殖民者 在此建立了名为 天使女王之城的小镇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 洛杉矶归入墨西哥版图 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后 洛杉矶成为美国领土 并迅速发展 吸引了大量移民 进入20世纪后 随着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崛起 及工业化的推进 洛杉矶迅速发展成一个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洛杉矶的经济体系 多元且发达 涵盖了娱乐 航空航天 科技 金融 和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 其中 好莱坞是全球娱乐产业的核心 此外 洛杉矶港作为北美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继一步巩固了 该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洛杉矶也是许多知名企业的总部所在地 如华特迪士尼 华纳兄弟 环球影业 派拉芒影业 索尼影视 20世纪影业 梦工厂动画 拳头游戏 暴雪娱乐 SpaceX Snap等 洛杉矶还是美国顶尖高等教育的中心之一 拥有诸多世界知名学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因其卓越的学术实力和体育项目 而享誉全球 南加州大学则凭借电影学院和商学院的影响力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子 加州理工学院位于帕萨迪纳市 以其在科学 工程与技术领域的卓越研究而闻名 是全球顶尖理工大学之一 作为美国体育的重要城市 洛杉矶拥有丰富的职业体育传统 室内有多支顶级职业球队 包括NBA的洛杉矶湖人队和洛杉矶快船队 MLB的洛杉矶道骑队 NFL的洛杉矶公养队和洛杉矶闪电队 NHL的洛杉矶国王队 以及MLS的洛杉矶银河队 这些球队在各自领域中都有显著成就 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和国际观众 洛杉矶将于2028年第三次举办夏季奥旅会 进一步展现其作为体育之城的魅力 洛杉矶是一座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拥有众多著名景点和丰富的活动 是世界各地游客向往的旅行目的地 好莱坞是洛杉矶的娱乐文化中心 也是全球电影和电视产业的发源地 矗立在这里的好莱坞标志 象征着电影的梦想与辉煌成就 从其所在的山顶 可以将整座城市的美景尽收眼底 星光大道沿着好莱坞大道和唐街演展 约2800颗五角星镌刻着影星 音乐人和电视名人的名字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杜比剧院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永久举办地 拥有顶级的生肖设备 承载着全球电影爱好者的目光 TCL中国剧院 以其独特的东方建筑风格 及明星的首映 脚印而闻名 是许多首映礼和庆典的热门场地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则结合了刺激的游乐设施 与电影拍摄体验 让游客深入了解 电影制作的幕后故事 游客可以畅游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侏罗纪世界》 和《小黄人乐园》等经典影视场景 成为电影爱好者 和家庭游客的理想目的地 格里菲斯天文台 位于格里菲斯公园内的山顶 是洛杉矶著名的天文教育中心 俯瞰整个城市 及好莱物标志 天文台内设有丰富的天文展览 巨型望远镜及穷目影院 带领游客探索宇宙的奥秘 这里不仅是天文爱好者的圣地 也是欣赏洛杉矶日落和夜景的绝佳观景点 比佛利山庄是洛杉矶著名的豪华住宅区 被誉为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 以其高档商业街和好莱坞明星豪宅而闻名 这里是全球富豪和名人的聚集地 每年吸引着无数观光客前来探索 罗迪欧大道上聚集了许多全球顶级奢侈品店和高档餐厅 是购物和享受高端生活的理想之地 华特迪士尼音乐厅由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 以独特的波浪型不锈钢外观著称 作为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驻地 这座建筑引起一流的升学效果和建筑美学 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和游客 洛杉矶市政厅是洛杉矶的地标性建筑 建于1928年 以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和白色外观文明 市政厅的27层观景台对公众免费开放 游客可在此俯瞰洛杉矶市区的美丽景致 盖地中心坐落于圣诺尼卡山外上 是一个融合了艺术 建筑和花园的文化综合体 收藏了大量欧洲绘画 雕塑和装饰艺术 现代化的建筑群坐落在山顶 享有壮丽的城市景观 周围被美丽的花园和户外雕塑所环绕 圣莫尼卡海滩是洛杉矶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拥有长达5.6公里的金色沙滩 沙质柔软 海水清澈 使人们享受阳光沙滩 放松身心的绝佳驱处 这里是北美66号公路的终点 标志性的圣莫尼卡码头延伸至海中 码头上有游乐园 餐厅和商店等 热闹非凡 充满欢乐氛围 海滩附近的第三街步行街 即购物 餐饮 娱乐于一体 拥有热闹的氛围 丰富的商品 以及独特的街头艺术 吸引着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 威尼斯海滩是一片融合艺术 活力和自然风光的海滨社区 以及宽广的沙滩和活跃的冲浪文化文明 其标志性的滨海步道聚集了街头艺人 独特小店和多元美食 使感受当地创意和个性的热门驱逐 另外 这里还有威尼斯运河和充满怀旧氛围的滑板公园 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体验 除此之外 洛杉矶还拥有许多独具特色的社区 如唐人街 小东京 韩国城 就菲律宾城 小亚美尼亚和皮克联合区等 展现了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包容 长滩是洛杉矶县的第二大城市 以绵延的海滩 繁忙的港口和丰富的文化活动而著名 这里拥有迷人的海滨步道 现代化的长滩码头 著名的太平洋水族馆 以及历史悠久的玛丽王后号游轮 是一个理想的休闲与娱乐圣地 长滩的温和气候和多元化的社区 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居民 是体验南加州生活方式的绝佳选择 圣卡塔利纳岛 位于洛杉矶海岸以南 约35公里处 面积约194平方公里 是南加州著名的度假圣地 岛上以美丽的海岸线 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 阿瓦龙镇提供多种活动 包括玻璃底船游览 肤浅 潜水和徒步旅行 特别适合喜爱户外与水上运动的游客 游客可以乘船或直升机抵达这座岛屿 享受宁静的岛屿氛围和独特的自然景观 加州一号公路是美国西海岸一条著名的景观公路 北起就近山湾区南至洛杉矶 全长1056公里 公路途经多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点 包括玛丽布、圣巴巴拉、大苏尔、十七英里路和蒙特雷湾等地 沿途风光不化 驾驶在一号公路上 游客可进向海岸美景 喜福山巒与历史小镇是自驾游爱好者的首选之地 玛丽布位于洛杉矶以西约一小时车程 以其美丽的海滩、豪华住宅区和民兴居所而闻名 这里的海岸线风景不化 拥有多个知名海滩 如玛丽布海滩和祖马海滩 是冲浪和日光浴的热门地 玛丽布不仅是度假圣地 也以其悠闲的生活方式和迷人的自然景色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名流 圣巴巴拉是加州南部的一座迷人海滩城市 距离洛杉矶约两小时车程 这里温暖的气候 亚热带植物以及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的建筑 让这座城市由美国李维埃拉之称 曾是西班牙的要塞和天主教传教中心 如今它已成为著名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圣巴巴拉以其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社会秩序与娱乐设施 而被评为美国西部最安全的居住地之一 吸引了许多名人和富豪定居或度假 大巡湖位于加州圣贝纳迪洛杉矶 距离洛杉矶约两小时车程 是一个四季介义的度假圣地 以迷人的珊瑚景色和丰富的户外活动而著称 冬季吸引滑雪与滑雪版爱好者 夏季则是划船 钓鱼 徒步等活动的天堂 大熊湖小镇提供多样的餐饮 购物和休闲娱乐选择 成为家庭出游和自然爱好者的理想屈出 美洲山国家公园与国王峡谷国家公园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外 总面积约3504平方千米 距离洛杉矶约4至5小时车程 两个公园紧密相连 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同管理 美洲山国家公园 以其壮观的美洲巨山林而闻名 其中谢尔曼将军树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树 已有超过2300年的树林 国王峡谷国家公园 则以其深邃的峡谷和雄伟的悬崖著称 提供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户外活动 两个公园共同保护着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树木和壮丽的地质特征 是户外爱好者和徒步旅行者的天堂 死亡谷国家公园 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国家公园 横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两州 距离洛杉矶约4至5小时车程 占地约1.38万平方公里 是北美洲最低 最干旱 最热的地区 公园内的恶水盆底是北美最低点 地域海亭面86米 周围盐田盐棉 景色独特 扎布里斯基观景点提供壮观的岩石地貌 色彩斑斓的山丘和峡谷在日出与日落势尤为迷人 这里的行走式现象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好奇 这些石头似乎在没有外力作用下滑动 留下神秘的轨迹 每年春季 沙漠野花偶尔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绽放 为死亡谷带来一抹短暂的生机与美丽 接下来 请您欣赏洛杉矶风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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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